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医生张仲景所创的速睡方 堪称失眠第一方 已经流传千年,可以滋补肾阴,清新降火 让你晚上速速入睡,远离失眠 前几天有个病人王先生,说自己顽固性失眠几年 晚上该睡觉时,躺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就是睡不着 总觉得心里烦躁,身上燥热难受 手脚心发热,并且口干口渴,只想喝点凉水 好不容易一两个小时后睡着了,也睡不沉 梦多,还容易醒,醒来之后一摸后背,都是汗 并且很难再睡下去 我仔细询问后,发现病人平时还总觉得腰酸腰痛 两腿发软,走路无力,时不时头晕耳鸣 且生活中心情不畅,总容易发火生气 伸出舌头一看,舌头发红,舌胎少 辩证分析认为,病人肾阴虚,肾水不足,不能向上制约心火 所以心神被心火烧得不能安宁,火为阳,水为阴 病人水火失和,阴阳失调 而睡觉的前提是,心神安定,阴阳调和 所以病人总睡不着,觉得心中烦躁,肾阴虚火气蒸腾,所以口干,心情烦躁 手脚心发热,睡后倒汗,肾阴虚不能滋养腰气,所以腰痛,两腿发软 诊断病人为肾阴虚火旺,心肾不焦所导致的失眠 所以给予病人医生张仲景所创的专门补肾水 降心火的失眠方,黄连、鹅椒汤为基础方 此方组成白勺、黄芹、黄连、鹅椒、姬子黄 再根据病人自身情况,配以酸枣仁、叶椒疼、柴虎、山痣、黛等药 病人服药医疗程后,复诊表示 睡不着,心情烦躁、口干、口渴、腰酸、腿软的症状明显缓解 随后再根据自身情况,对药物进行加减后巩固治疗 注意此方式根据病人自身情况辨证后对症用药 并不适用于其他人 我们只有辨证后对症用药才能有明显的疗效 因此如果失眠长期不好 建议寻求正规医生辨明自身情况 千万不要盲目服药